近期樓市焦点集中一手新盘 二手市场录得个别业主涉样沽货个案 并包括豪宅物业 博富林贝沙湾有一房海景户 以1180万元逆手 原业主持货五年 账面涉100万元离场 中原地产高级分区营业经理黄家俊表示 贝沙湾一房户小有放盘 新近有业主沽出陆旗一座高层里塞 实用面积459方尺 在海景 成交价1180万元 拆价25708元 原业主于2018年3月以1280万元买入单位 持货缸满五年 账面亏损100万元 贬值7.8% 大型屋苑也有涉样个案 中原地产高级资深区域营业经理赖仲軒指出 九龙湾德福花园座中层11室 实用面积494方尺 以房间隔 由同区上车客以618万元扣入自用 拆价约12510元 据悉 原业主于2017年12月以680万元扣入单位 持货予五年 账面选手62万元 单位跌价9.1% 南丑屋苑荔枝各美夫新村本月以至小陆德6宗选手成交 美联物业高级区域营业董事吴智辉透露 最新一中围三期白老汇街65号中层市室 实用面积509方尺 以655万元售出 拆价约12868元 原业主于2017年7月以670万元扣入 持货近6年账面仍洩15万元 或2.2%